前几天 美国太空总署首次展出了安静超音速技术原型机X59 该机长度30米 翼展10米 最大起飞重量14.7吨 细长而尖锐的机头占据了总长的三分之一 它安装一台通用电器F414涡扇发动机 加力推力约10吨 高空最大平飞速度1.5马赫 据说在17000米高度以1.42马赫巡航时 地面听到的音爆只有不到80分贝 相比普通超音速飞机飞过时的那声巨大爆响 该机的音爆声只是和关车门的动静差不多 因此该静音技术将能使未来高速客机在城市上空做安静的超音速飞行 凡是听过飞机音爆的人都知道 这动静轻则如同晴空惊雷 吓人一跳 重则就像邻居煤气罐爆炸 窗玻璃都会震碎 音爆虽然听起来只有一声 但实际上是前后两声爆响叠加而成 究其原因则与飞机制造的机波有关 比如这架鬼怪战斗机正在超音速飞行 它的机头就像鞋子推挤空气 使无数压缩波叠加聚合 压强跃变 形成压缩性极强 且和机头同步超音速前进的机波 波面向四周运动时能量衰减 波速变慢 波前相对机头不断后退 就成了追面的斜机波 同时机头的气流顺着进气道 唇口的两极外压斜板偏转 又形成两道斜机波并合二为一 延展开来 而进气道外壳的气流同样受到一根前缘阻碍 向机翼的上下表面偏转并展向运动 使两侧一根也出现斜机波 当气流在机翼后缘汇合又转为水平离去时 造成后缘形成两道后掠角稍大的斜机波 并与唯一一根前缘机波叠加合为一股 最后气流离开尾翼和机身 转为向正后方离去 使尾翼后缘较弱的斜机波又和机尾较强的斜机波叠加 因此俯视观察 会发现该机两侧各有五道斜机波 且头尾两道最为强烈 而中间的强度较弱 因此空气被头波扫过后 压力骤然提高较大幅度 同时后方空气随不断远离而大幅减压 然后被强烈的尾波扫过 再次大幅增压到正常值 形成了N字形气压波动 该波动中由于进气道机翼和尾翼的三道机波较弱 所形成的三个N型气压波动变化扶植较小 不能改变头尾波之间的气压分布态势 因此飞机掠过头顶 N型气压波动就会扫过耳朵 带来一千一后两声爆响 但这两声间隔实在太短 因此听起来就是一声爆炸 如此看来 要想进行抑制 就要造一架机头又细又长的飞机 使头部变成更尖的蝎子 以减少对前方空气的扰动 这样头波就会变弱 同时还需要在头波气压降低到一定程度的位置 补上一对压翼 让一根形成两道斜击波 对头波后的气压降幅进行抑制 接下来如法炮制 通过后掠角很大的机翼一根 以及机翼前缘的外折角 再制造两道斜击波 继续使前波的气压不能大幅变化 而后利用机翼后段一面增大的下偏角 再制造一道和尾波强度相似的斜击波 两波之间的剧烈气压变化 则通过机翼后缘和尾翼前缘两道斜击波进行抑制 如此一来 这架飞机就制造了强度区域一致 且兼具区域平均的斜击波 使头波和尾波之间的空气压力 只能以连续的N字形进行小幅交替变化 因此压力波扫过时 地面的人只会听到由一串很小的响声 叠加而成的轻微音宝 同时它的进气道在背部 使唇口的击波不能向地面扩散 并且尾喷口也被突出的整流罩阻挡 以减小向下的噪音 因此该机在16000米高度巡航时 航线下方那些耳背的人甚至都不会察觉到 但这种飞机也有显著的缺点 它机头又细又长 而坐舱盖为了不阻碍发动机进气还不能上吐 导致驾驶舱前方两眼一抹黑 必须借助驾驶舱前面的NASA外部视觉摄像机提供前方视野 并借助机头下方的克林斯多光谱成像摄像机用于着陆 看来要避免地面群众噪音投诉 也只能让飞行员两眼盯着屏幕憋屈地飞行